10月12日粉墨江湖正式杀青 郭德纲带领着孟赫堂 秦潇贤 杨九郎等剧组人员 举行了隆重的杀青仪式 在杀青仪式前 孟赫堂 秦潇贤 还和现场的群演亲切的合影 在看到剧组人员 因为杀青感动到哭了后 秦潇贤还亲自过去安慰 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 纷纷表示老秦太暖了 在杀青仪式中 秦潇贤 孟赫堂 杨九郎三人 还和师父郭德纲单独进行了合影 看到老秦和孟赫堂站在师父身边 孟哥还跨着师父 不少网友纷纷调侃 郭老师要是被绑架了 你就眨眨眼 在杀青仪式后 孟赫堂和杨九郎还等着秦潇贤一起走 孟哥还在剧场中大喊 秦凯旋 听到声音的老秦 也是快跑了过来 不得不说七对的傻 不是遗传就是传染 看到秦潇贤后 孟赫堂就带着杨九郎一起跑 但三人跑到一半 才发现跑反了 现场的粉丝也是发出了嘲笑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他们这么自由自在的嬉戏玩闹了 仿佛又回到了老七队 在队长身边的老秦才能放开了玩耍 不得不说德云社最近好消息不断 就在杀青当天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德云斗笑社的超话也更新了新的头像 不少网友表示斗笑社第三季估计要开拍了 在之前就有不少网友猜测 斗笑社第三季快开机了 估计是因为粉末江湖的原因迟迟没有开机 如今粉末江湖已经杀青 估计斗笑社也不远了 但也有网友表示 开拍估计年前也没办法上映了 估计只能是年后见了 毕竟如今拍摄还需要结合当地的防疫情况 当然了好饭不怕晚 只要有就行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也纷纷心疼德云社的演员们 像孟赫堂秦潇贤 可以说在拍摄粉末江湖期间就没怎么歇着 尤其是秦潇贤 连你好星期六都请假了 熬了不知道多少个大夜 希望在拍摄斗笑社的时候可以轻松一些 与此同时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 斗笑社第三季的演员名单 怕是张九南肯定无缘第三季了 也有不少网友期待 靳赫兰 朱赫松 何九华等人能够加入 你们更期待在第三季 看见谁呢